如果明天就是地球末日 而活下去的船票要十亿欧元一张 你觉得谁会活下来 电影中为了应对世界末日 各国联合起来在青藏高原上造了四艘方舟 只能容纳40万人与部分物种 灾难面前去留意味着生死 而把活下去的权利给谁 成为了挑战整个人类的道德选择 假设人类社会的最根本目的是生存繁衍 危急关头 如果你是运用最高权力的指挥官 面对政府首脑科学家富豪文讯赶来的各国灾民 你会选择让谁继续活着 如果必要的牺牲是这个社会健康运转的唯一解 那么放弃一些个体 就是冷静且理性的选择 就像军事指挥官明知负责电后的阻击部队九死一生 但为了大部队的安全 必须指派一支小队赴死一样 存亡关头 如果仍抱有幻想拯救所有生命的侥幸 那最后的结果 可能就是所有人一起失去活下去的希望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说 我既不是将军也不是总统 没事琢磨这么变态的问题有用吗 确实没用 而且我还要强调 生存防言只是我假设的社会运行的目的 而实际上社会的运行根本就没有什么目的 所以这种牺牲的合理性从根上就不存在 但这个思想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身体的运作 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对抗衰老 对我们个体造成的影响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 开始沿着这条逻辑出发 对我们体内衰老但未死亡的细胞举起了徒刀 他们的目的就很明确 就是让你体内这60万亿个细胞组成的庞大社会 更加健康长久的运转下去 在这个庞大的王国中 细胞变成了独立的个体 我们自己的意识正在试图通过现代科学 成为自己身体的主宰 这是一条人类对抗衰老的全新思路 它的方式就是从杀死我们体内的老旧细胞开始的 接下来我就将这个思路的底层原理 以及最新进展展现出来 本视频抗衰相关的前沿实验数据 来自汤尘备健营养健康研究院 并且我也在这里提醒大家 当下抗衰物质均处在理论实验阶段 具体的改善功效还有待进一步论证 所以本视频不含任何药物或者保健食品推广 请大家放心使用 如果你把人体内所有细胞看作单独个体的话 那么他们谁会在乎你会活多久 在你的舌头上 味蕾的寿命仅有10天 他们可不会在乎两个礼拜后的晚餐是什么 更不会在乎你的生死 红细胞的平均寿命是120天 每天都有40毫升左右的血浆 因为衰老而作为废物送往肝脏代谢 而在垃圾处理中心辛苦工作一辈子的肝细胞 正常寿命也就比红细胞多了差不多30天 除了无法复制分化 修复能力极强 细胞寿命几乎等于人体寿命的神经细胞和心肌细胞以外 人体内90%以上的细胞 都是生命不足百天的匆匆过客 他们只是在基因编码的程序控制下 分化修复衰老凋亡 为我们生命整体的运转履行自己确定的职责 不需要什么关怀 在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中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 这样看来 除了癌细胞以外 我们体内每个细胞都是躯体王国的功臣 那么为什么要让他们这么短命不能善终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还要从细胞衰老的过程说起 注意 等一下要讲的是单个细胞的衰老 和整个人体的衰老无关 地球上每一种生命的最初形态都只有一个细胞 人类也不例外 起初我们还是受精卵的时候和单细胞的细菌一样 在母亲的子宫里进行着一生二二生四的机械复制 这样复制出来的细胞被称为胚胎干细胞 当干细胞积累到一定数量之后 细胞就开始分工为这副身体服务 于是细胞分化开始了 但无论是那些早些分化出来的多能细胞 还是后续在骨髓肌肉中分化出来的专能细胞 一旦从训练他们的地方毕业投入专线工作 其衰老之路也就此开始 因为其工作环境充斥着射线病菌有毒物质 同时正常细胞活动对于单个细胞来说 也是压榨致死式的剥削劳动 所以每个细胞都会在工作中 遇到蛋白质破损或残缺的现象 当然大部分细胞也会适当通过 合成修复蛋白修复细胞损伤 所以对于红细胞这类没有遗传物质 来合成修复蛋白的可怜充来说 其寿命差不多也是最短的 但是蛋白质以及细胞膜的修复相对容易 染色体的修复可就有些费劲了 因为修复行为本身就是染色体上的信息指导的 如果相关的信息本身就乱了 那这个修复机制就没法运行了 在细胞的生命活动中 染色体中碱基对的丢失与错位同样是常见现象 并且比起可以就地取材的蛋白质外壳来说 无法及时修复的染色体对细胞社会整体的危害更大 这些不易修复自身错误的染色体 并不会立刻让细胞死亡 它依旧会根据自身错误的基因 合成错误的蛋白质直至无法修复破损的蛋白质外壳 细胞停止生命活动为止 在这段细胞功能丧失 只能合成错误蛋白质苟延残喘的事件里 它对整个身体而言完全是耗能且无任何收益的 还增加了细胞癌变的风险 不过如果衰老细胞的危害仅仅是浪费能量 那我们只要勉为其难的多吃两块肉 人人也就过去了 但衰老细胞对人体的影响远不止于此 一个正常衰老的细胞掉亡后 它的蛋白质也会被回收分解供其他细胞使用 然后其岗位也会被新生细胞迅速顶替 但是越老死亡的细胞 它蛋白质的可利用率就会越低 这倒不是因为老细胞的蛋白质柴了巴基不好吃 而是因为越老越倔强不死的细胞内部 存在着越大概率的核事故风险 中学课本告诉我们 线粒体是负责为动物细胞提供能量的细胞器 特殊的结构和功能 使得线粒体在细胞内部的地位 类似一座城市的核电站 一个足以污染整个细胞的强氧化环境 而在细胞衰老的同时 类似于核电站保护壳的双层线粒体膜也会变得脆弱 这就变成了一场生死时速的赌博了 如果率先被干掉的是整个细胞 线粒体也会被负责处理老死细胞的免疫细胞做无害化处理 可一旦线粒体膜在衰老细胞被处理前发生破裂 线粒体释放出的活性氧自由基会杀死并污染整个细胞 此刻蛋白质将变成核废料 无法再回收利用 还会对相邻的其他细胞造成污染 这就是生物学家们经常提到的 因线粒体破损导致的细胞凋亡 说完了单一功名的命运 我们再把尺度放大到整个人体王国 在一副走向衰老的躯体中 干细胞分裂速率整体下降 蛋白质表达也频频出现紊乱 大量染色体出现错误的细胞正在白白耗费能量 制造出大量无用的蛋白质 线粒体的破裂又使得大量蛋白质变成不可回收的废物 并且衰老但未被及时处理的细胞 不停的释放炎症因子 炎症因子本来是吸引负责分解 它们的免疫细胞来处理自己 但如果衰老的细胞实在太多 大批将死的细胞就会持续释放炎症因子 形成炎症 在充满炎症的细胞王国中 本应精确识别老化细胞的免疫细胞 在炎症风暴中变得疲惫且疯狂 它们开始无差别攻击炎症附近的年轻正常细胞 在这个充满炎症与坏死细胞的环境中 基因也似乎开始判定该生命体不适合继续生存下去 所以由炎症因子引起的身体自会程序也开始悄悄启动 那个人类社会的主宰登场了 之前节目中重点介绍的NAD还有印象吧 它负责合成ATP 同时也是细胞内传递质子的载体 是细胞活动的基础物质 没有它人体会在几秒内崩溃死亡 但它却不能由外界补充只能在细胞内由基因指导合成 而在炎症因子增多的情况下 基因会操纵减少NAD的产量 在一系列因素的相互作用下 细胞老化组织坏死 器官衰竭直至死亡的血崩开始了 现如今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很多影响寿命的因素 染色体末尾端立的长度决定了细胞可以复制和分化的次数上限 NAD作为细胞内传递质子这种重要建筑材料的载体 其数量的多少直接决定了我们的细胞 乃至整个生命的活跃水平 但是现在人类的技术还不足以操纵端立煤反向修补 来主动延长端立的长度 NAD的人工合成不是难事 然而我们人体的细胞毛却禁止外部NAD进入 NAD只能在可怕意志的判定下 由细胞自行决定产量 也就是受限于当前的技术 我们当前还无法让细胞亡国中的老人们返老还童 那不好意思 我们就只好让衰老的细胞消失了 怎么帮助免疫细胞分摊压力 甚至比免疫细胞更早更精准的识别并杀死那些衰老细胞 成为了当前生物学家对抗衰老与死亡较为可行的研究思路 当针对衰老细胞的研究开始以后 科学家发现衰老细胞会发生显著的特征变化 呈现出衰老相关的分泌表情 改变细胞间通讯水平导致低度炎症 并且会加速临近细胞的衰老进程 更有研究发现 清除衰老细胞也能起到抗衰效果 2021年 研究团队筛选了近千种天然产物 最终从某种特定的葡萄籽中 发现了一种能够精准清除衰老细胞的神奇物质 它只对衰老的细胞起作用 对正常的细胞毫无影响 也就是它有靶向精准清除衰老细胞的能力 它就是PCCE 研究人员展开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来探讨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 进而发现PCCE可以调控蛋白酶的表达 引发衰老细胞线粒体功能障碍 促进衰老细胞掉网 衰老细胞不再发狂不再耗费养料 安静且迅速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么为什么PCCE能直接杀死衰老细胞呢 我们当前确实只看到了这种现象和初步机制 对于衰老细胞内部化学反应的深入激励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但是不管是在人体前连线机制细胞的研究 还是对小鼠寿命的评价中 都让我们了解了PCCE这一种抗衰分子 可以精准清除衰老细胞 并可以稳定延长小鼠寿命 从而帮助小鼠恢复年轻活力 可以说PCCE这个天然清除剂的发现 标志着在抗衰老领域 中国首次将衰老细胞清除机制的研究话语权 掌握在自己手中 并且现在的科学家也在沿着这个思路 向着延缓人体衰老和控制衰老 相关疾病的方向展开研究 2022年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营养和健康问题 已经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 衰老研究与营养干预 老年健康相关的科学研究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课题 但是当我查阅资料和实验数据时 也能体会到生物学家正在人体 这部演化了数十亿年的精密机器前的笨拙 如果把衰老比作一个迷宫 现在人类仅仅是找到了九个迷宫的入口 而踏入迷宫就已然触及了当下人类科研能力的上限 在抗衰老这个极为复杂的诸多因素集合中 实验一直跑在了理论的前面 一种成功提取物的背后是科学家们穷举上千种无效不稳定提取物失败的积淀 或许在百年之后当一切衰老的谜题被揭开 即使人类发现长生不老是永动机一般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 但此刻在揭开迷雾的探索之中 人类正在用智慧去认识更真实的自己 无论结果如何当后人回首这条漫长的探索之旅时 或许他们能够明白 追求永生的过程可能比最终的结果更有意义 面团队